上午第三場的一層是Wintermute Hack Reproduction 如果沒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LIDO上面做詢問 也可以現場提問 因為這場活動我們晚五分鐘開始 所以我們就是晚五分鐘結束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講者 好 用這個嗎 大家好 我是Ashley 然後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是叫Profinity的一個工具的一些漏洞的分析 然後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目前是Amber Group的安全研究員 就是會做一些區塊鏈的漏洞挖掘 然後合約審計跟一些安全事件的分析 反正就是所有跟區塊鏈安全相關的東西 都會關注一下這樣 然後最近覺得SuiteMove蠻好玩 所以也有在 就是不務正業在上面做一些DeFi開發 然後這是我今天投影片的Outline 首先我會先講一下Profinity這個工具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還有Venti address是什麼 然後再來是再講一下 Profinity的一些工作原理 它的研發是什麼 然後要怎麼去產生一個Venti address 然後接著講完它的工作原理之後 再講它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它有什麼嚴重的漏洞 然後再到我們要怎麼去利用這個漏洞 去破解出一個用這樣工具產出來的私藥 然後最後來總結一下一些對生 這漏洞對整個生態系的一些影響 然後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說 喔Profinity就是一個在GitHub上有開源的一個Venti address的生成器 Venti address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一個客製化的一個地址 比如說你可能想要一個0XDAD開頭的地址 然後你就會很酷讓人想用 或者說最常看到的是很多個0開頭的一個地址這樣 然後這工具之所以很有名是 因為它生成地址的速度非常快 是用它有做GFu的加速 然後因為你知道 你要產出一個特殊的地址 其實是需要做很多暴力碰撞去解 然後因為它產生 這工具就是產的很快 所以大家之前很愛用 然後這個也存在的 這工具也存在的五年多 然後但是後來在去年的時候 然後1inch就發現說 Profinity這個東西就是蠻有問題的 就一個他們就披露出 OhProfinity有一個很大嚴重的漏洞 然後提醒大家說 如果你有用這個工具去產出你的地址的話 要快點轉移你的資產 不然可能會遭受攻擊 然後再來就要講一下 去年9月20號就發生一個大事情 就是有1.6美元就被害了 好這就是之前一個鼎鼎大名的Wintermill hack 然後左邊是他們那個Wintermill老闆 之前在Prize上發了一個鐵文 他就說到說 因為這個Profinity的漏洞 讓他們一個Defi的Trading wallet 就是私藥被破解 然後他們確實是有使用了這個工具 去產生一個 零 一個很多零開頭的一個地址 然後但是他們主要的原因 不是為了說這零開頭地址很好看 而是為了說他們要做一個 guest optimization 然後我們看一下右邊這個截圖 是我有親連結的 就是他們至今在REP的損失排行榜上面 還是有在前十名 也就真的是蠻嚴重的這樣 然後就是我們去年在看到這個事件的時候 我們後來就去REP這一次的攻擊 然後我們是證明說 我們只要用一個很簡單的硬體 就是我們隨手可得的MacBook 或是就不用到Server等級 其實在一天之內就可以去爆出他們的那個死藥 然後這間體驗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就有點小出圈 然後Winter Mill的老闆看到 然後看起來可能不是很開心 好這邊下一個小重點就是 這個事情的Winter Mill Hack的Rootcode 就是他們使用的preventing工具 去創建了一個melting address 最後導致他們的私藥被破解 好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Velting address到底是什麼 然後它到底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大家想要用它 我們先舉幾個蠻有名的例子 第一個就是1inch token 可以看到他們的合約是一個 11個1開頭的一個地址 然後就是非常有品牌辨識度 然後1inch他們其實其他的合約 都是很多1開頭這樣 然後再來是 用Velting address的第二個好處是一個 多鏈的再線性 也就是 這邊一樣舉一個1inch的router的例子 然後他們是在21個不同的鏈上 然後他們的router都是這個例子 然後這樣好處是可以方便的去做一些管理 大家也比較不會混淆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蠻可愛的例子 是uniswap v3的factory 他們的合約地址是一個 ef984開頭跟結尾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 他們獨角獸那個表情符號的那個 那個code這樣 然後再講最後一個蠻重要的優點是 假如說你的address是一個多個零開頭的話 它可以其實可以做gas優化 然後這裡有幾個例子是 很多mevbots 他們可能會用十幾個零開頭的一個地址 然後下面這個是一個 就是winter middle他們的一個地址 然後是一個七個零開頭的EOA地址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想知道說 為什麼零開頭的地址可以去節省gas fee 我們就可以去翻一下 黃皮書上面其實有一些操作 我們會定義出一些操作 操作花費的一些gas 然後我們比較關注的有兩個點 第一個是這個 GTX data zero 然後跟這個TX data non zero 然後這兩個分別對應的意思是說 在你的transaction 你的每個zero byte的data 然後它需要花費多少gas 像這個的話就是 一個zero byte的data就是花4gas 然後如果是一個non zero byte data 就是花16gas 所以這邊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如果在一個message data 使用一個zero byte去代替一個non zero byte的話 是可以節省12gas 然後我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假如說你今天想做一個erc20的transfer 然後或者是transfer from 然後你的co data可能長這樣 然後前面是那個function selector 然後後面接兩個參數 分別是address跟value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在這個to address 去下一點功夫 就是讓它盡可能的有更多的zero byte 然後你就可以去節省你的guest 然後再舉個例子是 如果你再去call這個transfer from的時候 如果你在front address跟to address 兩邊的zero byte都很多的話 然後你就可以省掉更多的guest 然後我們繼續往下角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私藥公藥跟地址它們之間的一些關係 就在以色人生成帳號的時候 首先你會產生一把私藥 然後這私藥其實就是一個256bit的水素 然後那公藥怎麼殘呢 其實就要扯到一個公式 就是這個Q等KG 然後這邊Q是公藥 然後K是私藥 然後G是橢圓曲線上的一個點這樣 然後這邊要主要知道的事情是 假如說你知道私藥 你是很容易可以去推算出你的公藥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你知道公藥 然後知道這個G 你是很難去推回這個私藥 然後你拿到你的公藥之後 你再對這個公藥去做一個hash之後 去後面的2spy 然後就是你的AC人的地址 所以這邊我再總結一下 你要你一些人生成帳號的流程 就是你會有一個256bit的隨機數作為私藥 接下來你用這個私藥乘上一個generator 會得到一個公藥 最後再對這個公藥做hash 拿取1spy 然後我們講完一些前置作業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探討一下 Profinity它生成Value.js的一些工作流程 它的一些演算法 首先我們先有個overview 它這邊主要是用了一個CR加的library 叫做random device 然後去生成一個隨地種子 然後這個隨地種子是一個sensory bit的數 然後它再把這個30bit的數去味到一個 尾隨機數的生成器裡面 然後它這邊是用的是叫mte9937 我這邊打錯的是 這邊還有一個底線64這樣 然後這邊會有 會output出一個256bit的隨機數 然後它就把這個隨機數當作是一個私藥 然後它這邊給它一個定一個名詞 叫做sip public key 就是中止私藥 然後我們就可以藉由這個中止私藥 去推出一個中止公藥出來 就是sip public key 這邊也是它定義的一些名詞 然後我們一旦定義出這個公藥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基於這個sip public key 再做多輪的暴力碰撞 然後碰撞出一個符合條件的一個地址 比如說你想要一個八個零開頭的地址 然後它就會一直不斷去試 然後直到碰到這樣符合條件的一個地址 然後在繼續往下講之前先講幾個term 方便之後的理解 就是這邊d0小d0的話 我們會把它定義成那個剛剛我們提到的中止私藥 然後q0的話就是這個小d0對應的 對一個中止公藥 然後每一個這樣子加1 還有或者是公藥家具這樣的操作 我們把它稱為一個run 也就是說這樣的話是d0個run 然後加1之後是第一個run 然後這邊就是互相對應 然後我們有個假設是 我們可以在r-1個run 去找到我們目標的一個地址 它是符合我們的條件 就是總共是有rrun這樣 然後我們再來講一下 它去找到這樣的地址過程的一個細節 就是我們一開始會有一個中止公藥 跟一個中止私藥 它是用這個公藥去算出地址之後 去檢查這個地址到底有沒有符合 如果有符合的話它會直接印出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它就會繼續做下一輪 也就是公藥做家具 家具之後一樣去看它的address 然後在檢查有沒有符合 如果沒有符合的話 就是一直不斷地重複去做這個家具 直到說可能我們在r-1找到這個地址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想知道 這個qr-1對應的私藥 就是這個r-1到底是多少 但這支其實也蠻單純的就是 因為你已經知道這個中止私藥是多少 你只要 因為它是這樣子經過r-1論這樣 所以你就只要直接加上r-1 就可以得到目標的這個私藥 然後剛剛這個概念是一個單執行序的一個想法 然後profenix這邊 它是用opencl去做平行化處理 然後去預設有 總共有這麼多個 也就是25x16384個workitem 然後每個workitem你可以把它想像是一個gpu的thread 然後它去分散做一樣的工作 然後像這邊q00的話就是我們一開始看到的中止公鑰 然後下一個workitem的話 它就是從這個中止公鑰加上2的1922次方乘上g開始做 然後下一個也是不斷的加這個2的1922次方乘上g 然後然後每一個workitem他們做的事情就一樣 也就是不斷的往下一輪去家具去找說 這一輪到底有沒有碰撞到符合它條件的一個公鑰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就一樣繼續往下做 知道可能我們在這個qn-1r-1可能這邊它是找到它要的 然後它就可以去回推說 它到底是從這個q00加了多少輪之後 就往右多少輪 然後往下多少個workitem 就去推出這樣的一個符合地址 符合它目標的一個公鑰這樣 然後現在講完它的一些工作的原理之後 就要來講一下它上面的算法到底有什麼問題 就可能聰明的大家都有想到 它其實就是因為它sid的隨機強度不足 就是從一開始這邊 它是用了那個sensorbit的這個sid 然後味道這個尾隨機屬生的器裡面 然後最後要去產出一個二热別的私藥 這樣明顯就是可以去重舉出所有最後退出公鑰的一個可能性 也就是二的三十二次方中 然後這是它主要的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它在做拼益處理的時候 它最後推出的這個目標公鑰 其實是可以去回推出最初的這個中指公鑰 也就是你往右的話就是加橘 然後因為往下的話就是加二的一九四二次方乘橘 然後就可以很明顯地去從這個地方去直接推算出它的私藥 所以我覺得算是結合上面兩個問題 才有辦法說讓大家去破解出Proventy 它產生出來地質的私藥這樣 再來是就進入到我們一些破解的process 第一步的話我們其實會先拿到一個去找一個受愛者的地址 可能你找到一個很多零開頭的 就疑似是Proventy產的地址這樣 然後如果它有在過去有發交易的話 我們就可以從它的交易的簽名去傳輸一個公鑰 我們先把它定叫可能叫QIJ好了 然後再來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是所有可能性的那個中指公鑰只有2的32次方格 所以我們會預先計算出這所有的可能性 然後去存到一個deaset裡面 然後我們定義這個deaset叫做Q0232 然後再下一步就是我們從這個QIJ去往上推N個當前這個run的公鑰 因為我們知道它最多就是開N個workitm 所以我們只要往上推N個就夠了 最後是我們就會檢查說這個run它的公鑰是不是存在我們在第二步裡面 產的這個數據裡面如果有找到的話代表它就是這個它產出來的中指公鑰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中指公鑰去推到它的私藥出來 那如果沒有在那個deaset找到的話 我們就是再繼續往前一個run推 也就是公鑰做檢舉 然後一直不斷地重複這個操作 直到我們可能找到了一個公鑰 這個叫QUV它是存在這個deaset裡面 然後這個QUV就是這種公鑰 然後因為我們一支這個QUV的私藥是DUV 所以而且我們也知道說它到底是往右加了多少run 然後往下加了多少個workitm 就可以很明顯去推出這個DIJ是多少 這邊的話我可能先略過 然後我們先直接講一下這個漏洞 就是可能這個漏洞對整個生態系的一些影響 就第一個是一個我覺得蠻好笑的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攻擊index finance的人 他們是在20年攻擊別人 然後在winter real hack的20天之前 他也被攻擊了 然後也是損失慘重 所以其實代表說 萬一是他們在發那個披露文章之前 已經有非常多的地址已經被攻擊了 然後再來是其他受到影響的一些人 還有一些protocol 我覺得損失最慘重的應該是這個Frystyle 他們是直接沒了230萬美金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地址是這個phi.eth 他所有地址上所有的以太多都不見 然後他有很多很值錢的域名也都沒了 然後是在今年的時候大概3月多的時候 還有Open Zeppelin他們有找了一堆安全專家 然後去投票票選出可能去年的十大的hacking techniques 然後1inch這邊文章就是被列在第二名 因為確實這個問題對很多人的損失是非常大了 然後最後這個可能跟Profinity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們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Trust Wallet 他們在去年的 就是Trust Wallet在去年的11月多的時候 他們如果用這個他們的extension去創造你的錢包的話 這個錢包是存在風險的 因為當時他們是用了MT93C這個東西去產生他們的私藥 然後這個私藥就是剛剛提到的問題就是沒有足夠的隨進性 導致私藥可以被破解 然後這段就是他們啟動一段code 然後可以看到一樣他們就是用RenderDevice 然後配上MT93C 然後最後附上一下今天內容的reference 是我們之前發的一篇WriteUp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文字版的解說 然後就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他那個為什麼只是192啊 你說192有問題嗎 往前看 你就是指說為什麼每個workitem他要加192 對 他只是為了取前六四位他覺得不大會碰撞這樣 就只是單純做一個切分 OK 好 那我再問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剛剛那個workitem你有個往上推的 那如果往上推沒有它是往左邊推的意思嗎 喔可以啊 就是每個 應該說這樣子是一個workitem他做的事 然後就是往上跟往左 往上就是剪掉這個2的192次方這樣去 然後往左就是剪局 因為他會知道說他到底是在第幾輪 第幾個workitem 喔OK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你們在 就是重現的時候那個g是怎麼找出來的 就g應該是一個具體的數字 或者是他其實任意數字都可以嗎 喔沒有就是 因為Ethereum上面跟Vico一樣就是 它屯領曲線就是固定一條 所以這個g是固定 然後另外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故意我用非常非常不隨機的東西 我去應報所有 我有機會去應報出所有的 就是做出所有public key的錢包嘛 就是我故意不要用任何隨機的東西 就不要用那麼隨機的 我可能甚至是用8bit或4bit 就是應報出所有的錢包的公用 這有機會嗎 喔 嗯 你說 就是 就是 喔 你說一個隨機中指用8倍或10倍 這個問題 這個錢包 Jerry Profinity被打破的問題 是因為他用的 一開始用的隨機中指的長度不太夠 對 那我們今天反正要操作就是我故意用更爛的 更不隨機的東西 我去應聲出所有的public key有機會嗎 所有的public key 理論上public key不應該要撞到 就是 以太錢包的public key理論上不應該要撞到 但我今天就是我很故意的就是 我用很不隨機的東西 就應聲出一大堆 沒有入用的錢包 但就是應把所有的public key的可能性都給 贊助 有機會嗎 喔有啊有機會 對 謝謝 謝謝